别说他们 就是地先真人 也是心中精不 别的真人 还在震惊沉思 程锦道人 回过神来说道 你且回去 既胜了 就不会再有 仿制鱼竿这种事情 下去吧 王存也魂言积少 既是这样 弟子告退 说着 挥着长袖 转身离开 见着王存也离开后 又让鬼仙全部退下 转眼之间 场面上就只有一批地先真人了 少女真人皱着眉说道 我知道资料上 玄尚在仁仙时 经过合博法会 又杀得多个先天武者 还参与刺杀官府侯爷的事件 去了连云道 又截杀过邪神 在地府变异中活下来 最后在扶桑 杀了蓬莱道工的人 而返回 的确是身经百战 但有这样强吗 我看他举手投足 都已经隐含某种道运 简直是连入道之关都开了 诸多地心听了 更是都是沉吟 成旅真人目光一闪 却说着 莫非此子在扶桑 有何奇遇 这话一落 几个真人就皱眉 这话说得平淡 实际上是暗指彭莱 成名真人就有些不快 没有避讳地说着 师兄 你这话就太诸心了 此子现在不过时期 就有此境界 这样精彩绝艳 会是卧底 你是彭莱 会做出这样买猪还猪的事 是啊 卧底再有成绩 也比不上安稳培养出一个神仙未业 少女真人立刻接口说着 她脸色凝重 冢过身来对着成锦道人积首 师兄 这样的人事关本门气数 还请多多看重 不可有丝毫疏漏 话是对成锦道人说的 实际上是对所有人说的 在场的人顿时明白 此子入了她的眼 为了师门 却是要大意回户了 传令下去 三年内 不准任何人放置鱼竿 这是生仙殿的决定 成锦道人先是正正不言语 接着令着 还有 各位师弟 还请对悬上 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 在此期间 我呢 要静观其变 看此子 还能弄出什么成绩来 尊师兄法旨 这是以道处的身份说着 在场所有真人文言 都是鸡手 退了出去 洞府之内 成华真人 端坐在旗上 洞府没有亮着灯 只有一颗明珠 悠悠发着光 却是看不清神色 玄艳跪在地上 一声不吭 良久 成华真人冷冷地盯着玄艳 口气却并不太严酷 徐徐说着 你这个不成器的弟子 既没有把握 又怎么弄这个法子 玄艳头也不抬 靠了下才说的 是 弟子糊涂 弟子也只是想极些功德 并且试探下 不想玄尚一点不顾同门情义 把事情闹大 让皇弟子决斗 唉 算了 事已到此我也不说你 成华道人只是沉吟 过了片刻说道 你的限制这职不能当了 且去思过衙面壁六年 你在那里好生羞耻 不要让我失望 是 玄艳闻言应证 绿令殿 道童来到了面前 冲过小桥 对门口说着 奉承锦真人法旨 何来此 空之贵殿 请跟我来 道童看了两眼 进了去 到了门口就高喊起来 专人 从井真人派人传法旨 进来 里面一个声音说着 踏步进去 道童先世行礼 拜见真人 接着就步驻正题 我叫真人传来法旨 沉门鱼竿之事 三年内不准任何人仿制 发想实现限制 真人闻言 眉毛一动 片刻出眼 既这样 我知道了 你且回去 真人 告退 道童做了一礼 转身退了出去 就在道童退走后 一道身影显出了形体 却同样是一位地仙真人 主作真人问道 程吕师兄 这悬上剑术 就这样强 不仅仅是剑术 更在于对道法的掌控 最重要的 还是那丝隐隐的道运 你应该知道 这就是神仙之门 不由得不重视 听程吕真人这样说 这个道人也不由无言 良久叹息道 玄自卑 也许只有玄宗 可和他分庭抗礼了 玄宗 原本玄自卑第一人 潜心羞耻 已摸到地仙门槛 玄宗天资 自无话可说 但也未必能超过玄赏 话到这里 真人微微一顿 又继续说着 但考教 不单单看战力 也看论道限制 斗剑上 玄宗可以一争 但论道 看的是道心学问 这也可一争 只是在限制这方面 玄宗却失分太多了 道人还言默然 说道 玄宗推辞了限制 这方面无分可得 就算剑斗压制着 但第一下也失分了 关键是今年秋天的 论道大会上的表现 不过论道 必须有深厚学问内涵 寻尚这人根据资料 本是贫寒出身 到现在不过几年 这知识上的积累 再多天赋 弥补不了 想必说不出多少道论了 成旅道人文言 微微沉思片刻 默默点头 你的话也不无道理 只是你看此子入了限制 镇治于境 等摸熟了情况 又阴势力道 将士臣百姓都绑在车上 这样的所作所为 是贫寒人家能做的 子子势不凡 不管怎么说 谁胜谁负 就看今年秋天的 论道大会这一次了 诸作道人想了想说着 成旅道人叹息了一声 唉 就算玄上在论道上 不敌玄宗 有着现在限制上的加分 也有八成 可以进得前三 获得所赐灵药 他才十七岁 难道本门要处一个 二十岁的地县真人 主作真人 听得成旅真人的话 不由悠悠一叹 道门虽有度过阳光之邪的灵药 但却同样难得 要不就熬着时间和资历 要不就精彩绝艳 获得师门重视 这前三之争就是为了这个 可惜的是 却不能泄露半句 道门不是世俗 没有查不出泄露的道理 更不会法不择众 曾经有个地县真人 自视身份 泄露了半句 结果被打入众狱 而获得消息的弟子 更是被废除道法 变为凡人 现在只有静观其变了 红明郡道宫 此时近晚 天色阴下来了 暮色中细雨点点 道童正在上灯 鱼出下散步出来 突听见一阵萧声 细雨凉风中 这萧声很是雅致冲合 她静静听着这萧声 突然之间 想起了王绍云 一转眼 就一年了 春来 坟前怕是青草丛生了 点点桃花落 唯鱼旧时兮 鱼出下突然 心里涌出一股苦涩 怕是来年店酒时 她的人影 谁也记不得 只有自己记上 勃勃的酒水了 而卫侯世孙 名义上灯位还在 想到这里 她正正着 浮出一丝杀意 去见自己店内的道童 沿着走廊过来 就问道 有什么事 丙道正 连云道 有福信发来 说着道童捧上一个御符 各郡道工 都是直接属于昆仑 但每任道正 都是由各道门弟子担任 算是一种合作 这些道工 因此和各道门 都有着联系 成锦真人的弟子 玄云在洪明郡任职 有事都会将文书分成两份 一份传给昆仑 一份传给连云道 而昆仑和道门 也会给道工分下扶尾 在师门有关系 更是快速 往往事情一出 就由师尊发下福禄通知 于初下这时定下心来 手持福信 沉下神去遇了 阅读了一遍 若有所思 过了一刻才难难自语说着 本局的辞子不凡 不想这样快 就显露出锋芒 也不知道 是祸是福 清幽眼睛扫过道童 这个道童立刻察觉 连忙击手 于初下说着 你需通知直视阁 立刻给云牙大眼官 备一份礼 里面给养生丹三枚 别的 让他们自己采购 养生丹 能延年益寿 一颗丹药 凡人吃了 能多活十二年 这里真厚了 三颗养生丹 就是三十六年的寿月 虽人人只能吃一颗 吃多就没有药效 但多少王侯降下 想买都买不到 道童听见这话一惊 不像这次 给大眼惯的礼这样厚 但却不敢有丝毫迟疑 积手应着 是 于初下显得有些开心 新年一到了 在初五之前叫宋道 免得失了礼 道童更是应着 是 见他不话 这才退了三步 转身离开 却是通知而去 鼠岗府 崔府 亭台楼阁 小桥相接 流水环绕 墙内种着各色花卉 清幽宜人 沿着一条走廊而下 场景豁然开朗 一个三层楼耸地 这是大风阁的主阁 此时阁主 崔元信 临台而立 默默听着一个人禀告 哥主 我们在洪明郡的酒楼的江平 看见过这话下 却是大眼惯的主持 不过这人实在不好敌对 您看 这是附路的记录 洪明郡 也有着几家生意 九楼就是其中之一 崔元信 崔元信接着过来 只是扫了一眼 就不由眉一跳 杀官 杀公差 杀妖兵 这些记录 触目惊心 定了定神 他缓缓起身夺步 这样说来 死子确定是王存役 崔元信问着 虽然站着 就有种从骨子里出来的 摄人威严 只是脸色的疲倦和皱纹 却出卖了他 崔元信年纪并不算大 四十五岁 但去年冬天 突然病了一场 一下子就老了 大风阁 在崔元信接手时 不过是十一个人的小档口 经过二十七年的搏杀 使大风阁 变成了武林有数的大势力 主要地盘在属钢府 但影响 已经辐射周围各郡 最重要的是 进行了转型 各式各样的买卖 散布在各郡 酒楼 客栈 绸缎庄 皮货行 油酒法 甚至赌场 档府 马队都有 这样多生意 同样讲究的是 江本求利 何其生财 只是在这些买卖背后 有着一股相当强大的鼓励之称 这其中 多少血风星雨 多少生死魔力 自然不必多说 少年青年时的搏杀 终于使他身体提前衰退 下面中年人 看着阁主的 已经布满皱纹的面孔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听见问话 连忙回应 阁主 知道消息后 我通过在红明郡的分堂 特意调查了下 的确就是此人 此人现在已经是道工直士 听说远走扶桑 寻心路一时 经过查证 已然证实 崔元信 咒着眉 细细思量 片刻说着 这是关着道工 我们大风格 不能为了这个 得罪了道工 你立刻下去 将这些档案 全部销毁 不能泄露半句 崔元信 说完这话 叹了口气 说道 青河剑客 和江云海的分量 还不足我们冒这个险 还有 吩咐下去 今天中午 我宴请江少侠 崔元信 想了想 却这样说着 是阁主 这中年人文言 立刻应命退下 崔府主楼 当然是主人居所 东面阁楼 招待贵客 以江云海的身份 住在东阁 只是片刻 一个小厮 就前去东阁 一路小跑 在门口停了下来 还未敲门 门却无风自开 让他吓了一跳 面对江云海 这小厮不由心里一跳 临马攻身 江少侠 阁主命我前来 想请您参与中午宴会 小厮说这话 心中一阵发尘 一走到这人面前 自己就有一种 压抑的 难以呼吸的感觉 落水魂言 打量了一下 这个小厮 点了点道 我请问你 你家阁主 还有别的话没有 没有了 阁主除了说宴请 没有别的话 小厮连忙说道 落水魂言 皱眉 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上 就说 我在贵府九九打搅了 就说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去 这个 小厮魂言已经 哪有做客的这样态度 连主人宴请都不去 这里没你什么事情 下去传话 落水挥挥手 对小厮说着 是 江少侠 小人告退 小厮弯下摇 拱着身子退了出去 他只是一个跑腿的小厮 只有传话的份 见着这人远去 落水就浮现出一丝冷笑 喃喃说着 若不是我早有准备 先在阁楼埋下手脚 还不跟你含糊地去 敢欺瞒我蓬莱 你不必活多长时间了 不过这一念一转就过 就躲着步 细细思量着 刚才听来的情报 此子是王存夜 红明俊女 云牙大眼灌住持 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想到这里 他冷哼一声 走了几步 人影顿时消失不见 三日后 红明俊 街道上的雪不大 地上只是潮湿 来来往往 熙熙攘攘 远一点就是道工 远远望去 单是工墙 就绵延起落 足有两理 一重重阁楼 引陷在里面 说不出的宿母 令人灵灵敬畏 落水看着 却知道 这也是阵法导致 正站在卵石道路 看着 一个伙计过来 笑着招手 这位客官 停进五了 您要不要 在我们店铺 吃个饭吧 大街上行人里面 不断有着伙计 出来拉人 落水木桩一样站着 自然就被注意到了 我就去你那里吃点 落水被打断了思考 的确有些饿了 听了这话 就应了一声 伙计听了 就更起劲的 说了起来 客官 我们技家酒店 在整个城里 都是有名 二百年的老店 你上哪儿找 落水一汗手 跨不进了店 接着酒店 的确很宽阔 楼下有十张桌子 都坐满了人 靠南有着楼梯 就直接上去 你别鼓噪了 上虎华雕 再上几个 你家酒店的招牌菜 客官稍等 伙计一听言 这位可真是肥羊 当下引着 去了一个 屏风隔离的 雅尖里边坐 牧师伙计下去 落水 这才静静沉思着 三天时间 基本情况上 摸清楚了 大眼观 现在并没有 真人主持 王存叶 并不在大眼观 也不在 本地道工 却是去了 成平道 结合情报 推测出 王存叶的过程 寻仙露道扶桑 用着杀了 蓬莱道人的功绩 才特意进了 成平道 成平道的道身 在海外岛屿 那里高手如云 地仙和神仙都有 自己区区一个鬼仙 虽羞地剑道 但也伸根手指 就会被碾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